说到疫情 国内今天又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个案 这个案511是一个三十几岁菲律宾级的旅客 9月10号来台工作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 裁检是阴性 但是就在9月21号开始出现了腹泻以为是吃块肚子 9月24号检疫期满前进呢 这个要到进行这个裁检 结果在9月25号的时候确诊了 疫调发现了他跟案499原来是搭乘同一个班机 虽然说现在确诊者一再增加 不过同时也有好消息传出来了 那就是台湾现在正式跟新冠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已经签约了 只要接下来全球的疫苗厂 如果说有量产新冠疫苗的话 就会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台湾 不过专家推估这第一批的疫苗数量 恐怕是不太多了 目前优先是给医事人员 还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接种疫苗 全球疫情升温 境外移入再报确诊个案 是一名三十多岁菲律宾籍男性 9月10号来台工作 入境时没有症状裁检阴性 9月21 22号出现腹泻的情况 以为吃坏肚子 9月24检疫期满前再进行裁检 竟然验出阳性 疫苗发现他还按499搭乘同一个班机 机上全部二十九名乘客 只有他们两位确诊 其余二十七人没有症状 检疫也起满 因此不再匡列接触者 正因为病毒让人束手无策 全世界都急着强打疫苗 台湾也在9月18正式和新冠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COVAX签约 预计十月初会付定金 专家推估首批疫苗数量不多 不超过台湾总人口的一成 要是拿到会优先给予第一线的防疫 人员施打 只是现在全球一共9支疫苗 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成效和安全性仍在评估 什么时候真的能量产 还有更多的细节需要讨论 海线由李雅红真盈 台北报道